大家還發現說有80幾個所謂的高級會員 身分包含的這種醫師、工程師、老師 甚至還有一些軍警 那大家其實就是說你檢調竟然都已經掌握到 所謂的高級會員 你怎麼會抓不到這些員凶呢 這不是也很浪費一所思嗎 我覺得應該公布一下 大家看看這些高級會員是誰 尤其還有前世道公務員 那老師 現在是我覺得在讓公務員 師道都蒙凶了 我覺得就是說 基本上我覺得應該可以公布一下 讓大家知道到底是誰 因為你看的這些東西都是違法的 你可能去 等於侵害人家的隱私 甚至 包括一些未成年的小孩等等 就是不對的 那就是你這些人看 才會讓這個網站繼續能夠存活壯大 所以不應該公布嗎 我覺得應該公布 就像大陸早年抓到那個 嫖妓的都在身份上蓋一個淫蟲 那很害怕 你一輩子 身份子就給你蓋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才有效 請教關於這個創意私房的一些後續 就是有 因為大家就質疑說我們政府是不是真的介入台 沒有其實是發掘這個整個創意私房 他們整個的結構 包含說這個 有這個高級會員制啊 就是入會費 這個 等於說 昂貴程度不宜 甚至有 甚至有一些不講會費的人 他就只要做到說 可能他幫忙來提供影片 他真的去偷拍女性 然後 等於說提供影片 變成這整個 然後甚至還說 有這種客製化的方式 讓這些會員 可以去挑選他們想要看誰的影片 那大家就質疑說 這個網站其實已經海撈了上去 那從2012年到現在 為什麼檢調如果早就知道是網站 為什麼不盡早把它封掉呢 那些人竟然還說這個 好像是擔心說 會有法律上面的一些風險 那大家其實就是說 有明確的相關法律制定 到底有什麼風險 需要去擔心的 這種事情不是政府 就應該早就來做處理 而不是等到事情 有這麼多受害者之後才開始處理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法令不足是修法嘛 那如果法令夠就執法啊 那你法放在那邊不執 然後就怕什麼國家賠償 對不對 有什麼好怕國家賠償的 該做事就做啊 真的打官司來打嘛 你怕什麼呢 那你現在投鼠忌器 等於放任他在那個地方 這個可能害很多人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是政府推脫之詞啊 已經這麼多年 兩年多放那個地方不取締 也知道也不是不知道 那你什麼意思嗎 可作為不作為嘛 所以 我一直覺得應該立一個法 就是公務員應該做不做的 要處分 我現在就沒有這個處分了 不做就不做了 我愛做做我不做就不做 該做你不做 依法的你必須要做 你不做就要處分 什麼怕國家賠償 這個也怕那個也怕 那政府什麼都不要做了 動輒老百姓可以告你 要你國家賠償 那依法你該不該做嘛 該做的話你怕什麼國家賠償 沒有擔當嘛 沒有魄力嘛 然後推脫啦 就搞成這樣子 各位議員 自作念不可活 黃紫礁的世界沒什麼好談的 就是自作念不可活 那也因此呢 我們已經宣布了 不會再跟他合作 同時過去他的影像也都會下降 不過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這個法則不夠 因為我們雖然在去年修過法 但是還是過輕 那以至於呢 現在譬如說有些人 他說我是無償取得啊 我只是持有 我也沒轉傳 我也沒買賣 那所以就 你看他的法則就一年 太輕了 如果我們寄出的話 還是一年 如果只持有的話是一年 可是你要知道 即使持有都會造成市場 他們都是共犯 他去哪裡拿這個東西呢 沒錯 一定要有人去脅迫小孩 又利誘小孩 或者是暴力小孩 然後才能取得這些影像嘛 所以我是認為說即使持有 即使持有都應該要言行俱罰 你任何方式都應該去消滅 他的一個存在 讓孩子們生活在一個安全的環境裡面 所以這個法則現在去年修過法 雖然有提高 不夠 遠遠的不夠 你不要以為不轉傳 然後沒有買賣 我光持有就沒有問題 他怎麼持有 一定有來源嘛 那那個來源是怎麼來的 一定是小孩子受傷害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一定要再提高這個 這個言行縱罰 然後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在說教育了 還是要加加強教育 才是根本 不要放棄教育 讓大家知道全民要有共識 保護小朋友 沒錯 我今天有看出少數人的 言論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觀念是偏差的 非常的偏差 非常的偏差 還不覺得自己是錯的 非常偏差的 那所以基本上 這個是一絲絲我們的妥協 都不應該存在 就是完全要保護小孩 所以市長可以向市民朋友 跟所有的家長保證說 未來只要相關事件 相關人員發生在台中市 絕對是嚴懲 對不對 當然是 那所以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態度 請問一下因為昨天 呃陳建友特別提到 就有關於那個 境外的網路是可以封網 就是有關於黃子教這個事件 那這個封網的這個部分 應該現在才提出來 會不會讓大家覺得有點慢半拍 以及封網這個部分 委員覺得可以做到嗎 我覺得理論站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我想問題是出在數位部 大家對數位部也沒什麼 沒什麼特別的指望 我都不覺得說他們會做出怎麼樣 那我想陳建友院長 因為他一定是非常各方面去了解狀況以後 深思熟慮以後他才會這麼說 那他既然這麼說了 我相信他會做得到 所以我們也寄望在這樣短短的 一個多月當中 他能夠把它實現 這是這是全民期待的 跟黃信藝人解除代言合約 他說 我們社會的憤怒 要你這位師長滾蛋 一點都不難 他說今天交出辭辰 520畢業照他不用拍了啦 就是有這種官僚 可惡到極點 講什麼屁話 這樣子的官員完全不適任 情獸的作為還在那邊代言什麼 我今天特別跟衛福部來的 這位官員我特別跟他講 我請他帶話回去給那位師長 他所謂的 跟黃信藝人解除代言合約 他說很兩難 我要他把這句話帶回去 說我們社會的憤怒 要你這位師長滾蛋 一點都不難 他搞清楚 他保護師是在保護誰啦 你應該保護被害者 你要保護兒童青少年 不是嗎 這是設你保護師的目的啊 你保護師在保護那些加害者 然後運用 都這些加害者是 社會的名流是藝人 有宣傳力有廣告力 講什麼屁話 這樣子的官員完全不適任 所以我剛剛跟衛福部講 我說很簡單啦 他就今天交諸辭辰就對了 520畢業照他不用拍了啦 就是有這種官僚可惡到極點 可惡到極點 因為 這件事 第一點 這位黃信藝人先前就犯過 不是一次好幾次 一再的被重犯 那被這個 還讓他來幫衛福部代言的話 這讓被害者情何以堪啊 誰無父母子女不是這樣嗎 誰無兄弟姐妹 用禽獸的作為還在那邊代言什麼 他在代言什麼 所以我認為喔 每一位官員要搞清楚啦 你分內的工作是什麼 你保護師 顧名思義要你保護兒童跟青少年 保護他們不要被害 結果你 竟然 站出來在幫加害者講話 莫名其妙嘛 所以這種官員喔 這個 反正他 他 走路就對了 喔 我認為 我們整體 我們全體立法委員都不願意看到這樣子的官員